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别邀请台北市立交响乐团TSO青年管弦乐团到场演出 吸引许多里民前来欣赏 周边也安排视障按摩服务与南港分局的青春专案宣导 台北市政府有一个文化在巷子的活动 我们每年都有申请 那今年是台北市交响乐团 所以等一下七点半到八点半的 今天的重头戏文化在巷子 然后我们结合文化在巷子 就希望有一个多元化复合式的活动 所以我们五点开始有安排视障按摩 免费我们有设定一个主题 庆祝父亲节 因为父亲节八月八号嘛 我们庆祝父亲节 然后请爸爸来这边免费视障按摩 还有益检 请南港社区大学免费益检的活动 视障按摩 每年我们都预约他们 都是一些我们的视障的团体 视障的团体需要就是高光怀的族群 他们有一句之长 真的会按摩 我们每年的活动 只要有大型活动 我们邀请他们 然后我们付费给他们 比如说今天 我们就请他们服务 他们派出五位 然后服务三个钟头 那我们每月里面可以有 可以有十到十五分钟的按摩 主要鼓励他们 鼓励这些视障的族群 高光怀的族群 他们对他们拥有一句之长 来现场来展现他们一句之长 这样是 还有益检是南港社区大学 他们也是免费的 他们派出八位 八位他们也开课的老师带着学生来 我觉得社区的融合 共融 这是未来一个实在的趋向 那我们来发放父亲节礼物 那今天父亲节礼物非常棒 是一个电动修剪鼻毛器 这个都很喜欢 那来到现场我们就发放两个包子 两个包子就是解解机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因为我们玉城里的里长 黄里长 他平常跟我们这个配合的非常好 那他今天举办这个父亲节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这次为了要跟他配合 跟我们的地方的里长 来做一些 这个社区的一些反毒 反诈骗的活动的宣导 那因为他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最主要这次今天的活动 就是要做我们暑期的青春专案的一些宣导活动 我们这个暑期青春专案的重点 就是说有总共有五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青少年来接触这个新兴毒品 第二个要防止少年来参与这个炸妻集团以及担任这个炸妻车手 那第三个就是避免儿少 遭到色情行业的利用或是私密影像 遭到拍摄或是散布 那第四项就是说我们要防止少年来涉足这个德州普克的赌场 或是来参与这个赌博 那第五项我们最重要也是说 要防止少年来深夜来留恋不当的场所 等等的一些偏差的行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吴世震 今天非常高兴到我们玉城里来参加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 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就是把音乐艺术家带到我们社区来 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不需要舟车劳顿 然后也不用花钱就请艺术家表演给我们看 这个真的当年二十多年前马市长的时候 我跟他争取的当时的文化局长是龙印台 那他觉得很好 因为要不然这个音乐进或者是戏剧很难进到社区里面来 那老人家小朋友要去那么远也很不容易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 既然有预算既然我们有这么多表演团体 应该把他们请到社区来 那二十年很快就过去了 每年表演的节目是越来越多 这个把这个艺术带进社区 我觉得这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情 那每一任的市长也都觉得说这个点子不错 一直进行到现在 那就是辛苦了这些艺术家们 也辛苦了我们这个 这个艺推处 艺术推广中心的我们的这个同仁们 这个周末假日都没得休息 但是这个为了服务市民 他们也很乐意把他们的这个才华表现给大家 我们的交响乐团不是军生笑的是出国去比赛 出国去表演 真的出国比赛 交通很重要的 刚才你中央到我的肥坦 我们在巴德路四段跟中坡南路交叉口 那个斑马线我们把它移动去 热灵班热灵班 要过去从这边幻象这边过去热灵班 本来斑马线是斜的要过很久对不对 现在改直的 改直的 这就是这高中的理议的 现在改好了 改好了 斜坡道还没有 斜坡道不用 斜坡道会再更新 因为斑马线移动较安全 不然斑马线很长的 要过路的时候 比较适合 它的秒数会更长 所以交通需要到三天 台北市其实交通很头痛 不过我们跟理长来处理好 需要建设的地方 需要交通需要改进的地方 给理长靠阿弦我们继续打拼 这次的活动地点是在 喜口廊道异象舞台区 里长说经过多年逐步的争取改造 让夜间景观更有特色 电力与灯光设施也已经完备 将打造成台北市青少年艺文活动基地 提供青少年朋友免费来使用 本来这个场地是一个山藏泥节水沟加盖 以前这边是一个山藏泥节水沟 是汇集台北市 1700公顷的一个 算是应该是雨水排放到这边来 然后进到玉神抽水站 最后才排到基隆河 那我们加盖以后变成一个空间一个场地 那我们以前本来是没有一个舞台 我们当年也争取到一个现在 一个活动空间的舞台 所以从争取到以后 每年我们户外活动就在这边举办 那我最近也争取到刚刚看到的 现场的一个流出灯 这个每天晚上都开放 我们是去争取一个电表 一城里来付电费 然后让现场就是有流出灯 然后从6点点到9点半 我们来支付电费 其实这个地方为了这个 我也是费尽千辛万苦 所以终于我们科市长认同这个理念 我们这个地方未来要规划为 台北市青少年艺文活动的基地 艺文活动的基地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未来我们要宣导 这个地方未来要让青少年 免费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装设一些灯光影响 请水力助协助 所有的灯光舞台灯都已经加设完成 未来只要年轻人来租我们免费 我们一城里付电费 免费让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有个活动空间 所以我们未来规划为这边是 台北市青少年艺文的一个基地 活动的基地 就免费让像学生啊 高中啊 高职学生啊 他们热舞社 电音社啊 等等社团啊 他们可以来这边表演 免费提供场地 让他们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这是未来一个新的一个规划 音乐会中 玉成里里长黄聪志 也播放中佳新闻 过去采访里长 为地方争取大小建设的影片 供里民欣赏 里长相当用心 争取各项软硬体来打造 玉成里的愿景与特色 在这夏日的夜晚 微风的吹拂下 大家聚在一起欣赏现场的音乐会 也共度了快乐的时光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